刚到家楼下 朱朝阳就瞧见了 已在墙边聊天的丁浩和朴朴 丁浩皱着眉 一副苦闷的样子 朴朴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两人看见他之后 丁浩马上换上了笑脸 带着朴朴朝他奔过来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没什么事 就早点回来了 朴朴打量着他 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 你好像不高兴 有吗 我很好啊 朱朝阳故意笑出声来 掩饰自己的心情 他不高兴吗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丁浩好奇的瞧着他 普普没有搭理丁浩 只是盯着朱朝阳的眼睛问 你是不是哭过 怎么可能啊 我干嘛哭啊 丁浩看着他的眼睛 也发现了 哎 朝阳 你真的哭过吧 普普用很平静的语气说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突然到来 让你不开心的话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我们不会怪你的 丁浩一愣 低下了头 哎 对不起啊 是我太自私了 没有通知 突然就来你家找你了 我们这样的小孩 随便找谁 都是带来麻烦的 哎 朝阳 我们先走了啊 不打扰你了 以后再见 两个人静止就要走 朱朝阳顿时感觉一阵空荡荡的失落 突然之间 他很想找人说话 在他们走出几步之后 连忙叫住 错了 你们误会了 不关你们的事 普普微微皱了下眉头 将信将疑的望着他 不是因为我们 如果是其他人 如果是谁欺负你的话 你告诉浩子 他打架很厉害 整个孤儿院没人是他对手 你不要怕 对 我打架很厉害 朝阳 你放心 如果谁欺负你 我替你出头 丁浩得意洋洋的说 立刻用着半袋匹枪的调子 吹嘘起他以往跟人打架的豪华经历 总之意思就是 不管谁欺负朱朝阳 就是欺负他丁浩 他丁浩可不是好惹的 分分钟就能削死一个人 朱朝阳平时在学校 一心的用功读书 性格内向 几乎没有朋友 更没有能说心里话的人 见他们俩如此关心自己 瞬间感到了一股暖流 便把刚刚发生的一切 原原本本的向他们倾诉 唯独掠去了他口袋里装着五千块钱的事 因为他对他们俩还是不放心 不敢让他们面对五千块的诱惑 听完了之后 丁浩说 你毕竟是你爸的儿子呀 他怎么对你不关心 反而关心女儿呢 他瞧了一眼 普普连忙补充了一句 男女平等我知道啊 我的意思是说呀 一般大人都更宠儿子呀 怎么你爸是反过来的呀 普普不屑的反驳道 那也不一定 偏心眼的多了去了 同样两个孩子 有些人对其中一个不闻不问 对另一个好的要死 朱朝阳泄气的摇了摇头 我妈说我爸怕那个婊子 一见到婊子就丢了魂 整个人都被勾走了 婊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也一直特别宠那个小婊子 那个小婊子很会撒娇的 前几年我爸还会经常偷偷的联系我 给我钱 后来听我奶奶说 为了这事 婊子跟他吵了很多次 还要查他电话 这几年他都很少联系我了 丁浩义愤填膺的握起拳头 这个大婊子和他的小婊子这么对你 实在是太可恶了 要是没有他们 你爸肯定还和你妈好好过下去的 可是现在是他们俩欺负你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朱朝阳拍拍他肩膀 苦笑了一下 没关系 谁都帮不了 哦 对了 朴朴啊 这是相机 我爸说电池充不带进去 充了电只能用一小段时间 但是我想拍几张照片应该够了 到时候我们自己拍好 再拿到打印店打印出来 你看好吗 朴朴微红着脸低下头说 谢谢朝阳哥哥 听号说 哎 朝阳真是大好人 对吧 朴朴 朴朝阳被他们说的很不好意思 朴朴说 朝阳哥哥 那个大婊子是大人 我们没有办法 小婊子你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吗 不知道 只知道读小学二年级 如果知道是哪个学校就好办了 下次我们去学校打他一顿 替你出气 丁浩连忙说 好办法呀 我想好了 到时候你不要露面 只要告诉我哪个是他 我一把抱着他扔到垃圾桶里 再盖上盖子 到时候有的他哭了吧 朴朝阳听了他的计谋 仿佛眼前就出现了小婊子 被人扔进垃圾桶 哇哇大哭的模样 瞬间被逗得哈哈大笑 朴朴冷笑了一声 哼这就够了 最好是把他的衣服脱光 把衣服扔进厕所大便堆里 他脸上露出了怨毒的表情 朴朝阳微微吃惊的看着他 没想到一个比他还小两岁的小女孩 主意更加毒了 不过如果真能那样 一定很酷 朴朴一般正惊的说 以前我有个弟弟 我妈生了我弟弟后 对他很好 对我从不关心 我真恨死他们了 只有我爸才对我好 朝阳哥哥 你刚好跟我相反 你爸爸对你冷淡 对小婊子好 你妈妈对你好 那现在你和你弟弟还有联系吗 哼 朴普的嘴角一撇 已经死了 跟我妈一起死的 听说我弟弟是我妈偷偷跟其他男人生的野种 不是我爸亲生的 所以别人冤枉我爸杀了他们俩 结果害我爸爸被枪毙 我真是恨死他们了 我真恨不得他们俩再死一遍 朱朝阳感同身受的点了点头 现在他明白为什么普普从之前的冷冰冰里话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 原来普普的经历跟他很像 也难怪普普这么想帮他报复那个小婊子 可是真能那么报复吗 恐怕也只能这样背后说点玩笑话 出出气了吧 吃过晚饭 丁浩和普普都迫不及待的去卫生间洗澡 在他们几个月的流浪之中 并不是每天都有条件洗澡 稍后三个人坐在一起闲聊 朱朝阳和丁浩都席地而坐 普普独自靠近小阳台的位置 似乎刻意与两个人保持了很远的距离 朱朝阳稍微感觉有点奇怪 不过也没有过问 浩子 你们为什么要从孤儿院跑出来 这个嘛 那里的人太坏了 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怎么坏了 其实也不是一直坏了 以前院长是个老阿姨 她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 前年老阿姨退休了 换来了现在的院长 是个男人 一个死胖子 普普冷哼一声 补充道 哼 还是个恶心的大色狼 色狼 丁浩严肃地点头 对 他摸普普了 摸什么呀 尽管现在大部分初中生对性知识懂得很多 不过朱朝阳平时不太和同学交流 对男女知识并不十分的了解 仅限于电视上常见的牵手和接吻 虽然也听到过一些男同学口中的作爱 但是也是一知半解 普普也才刚刚开始发育 对于男女知识并没有多少害羞感 很直接地说 他把我带到单独的房间 脱了我衣服裤子 要摸我 这 怎么这样子呀 有好多次 他还脱了他的裤子 把他的小嘎嘎塞我嘴里 臭死了 他小嘎嘎上还有很多毛 几次吃到我嘴里 太恶心了 每次都想吐 普普忍不住干呕了一下 他为什么要把他那放到你嘴里啊 不知道 朱朝阳看向了丁浩 你知道吗 我 呃 丁浩脸上露出怪怪的表情 看着他们俩浑然不知的模样 黑黑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嘿 反正不是好事 后来有一次啊 死胖子又来找普普 普普之前跟我说 要我去救他 死胖子还没脱裤子 我就闯进去了 他很生气 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关了一天一夜 东西都没给我吃 这死胖子 等我以后长大了 我一定回去揍死他 他揉搓着双手 做出了一副磨刀霍霍的样子 普普补充道 不光是我 他还枪拉其他女生去 很多女生都被他摸过 丁浩反驳 李红是自愿去的 他说死胖子给他买零食 对他特别好 他想做死胖子的老婆 哼 随便他 反正我受不了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也是 上回我偷偷出去玩 回来被他发现 还被他揍了一顿 硬说我偷钱 朱朝阳不解 他为什么说你偷钱 我出去打游戏机了 他冤枉我偷了教导员的钱 说要不然我怎么会有钱呢 那你怎么会有钱呢 以前社会上 有好心人来看我们的时候给的 我没交出去 其他人都交上去了 死胖子说 钱拿来给我们买零食 可是每次交上去有几百上千 也没见他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 所以我就不交 偷偷藏着 逃出来打了一下游戏机 这死胖子就冤枉我偷钱 那你们这次逃出来 孤儿院会找你们吗 两个人同时点头 丁浩说 肯定找的呀 我以前听老阿姨说过 孤儿院里每个小孩都是登记的 上级要来查人数 后来我们逃出来之后 住在北京一间小旅馆的时候 看电视 有个新闻里还在找我们两个呢 我们俩照片都有 死胖子还在电视里假模假式的哭着叫我们回去 我们就怕被他们抓回去 如果回去了 死胖子使不定会怎么对付我们呢 而且啊 我们逃跑之前 我偷偷到死胖子办公室偷了他钱包 里边啊 有整整四千多块钱 要是没有这笔钱啊 我们逃出来没几天就过不下去了呢 正是靠这笔钱 我们才敢出逃 过了这么久的日子呢 所以啊 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去 我们四次逃跑 加上偷他钱包 死胖子一定会把我呼呼打死 你们如果不逃出来 难道一辈子都要留在孤儿院里吗 那也不是 只有啊 到了十八周岁才能走 到那时候啊 不走也会赶紧走的 不过到十八岁还要好些年了 我和普普都等不住了 住在里边啊 就跟坐牢一样 平时都不能出去玩 好像说 我们这个孤儿院管得特别严格 绝不许小孩私自逃出去的 普普冷声道 那是因为 我们爸妈都是杀人犯 他们也是这么看待我们的 觉得我们出去就是祸害 这时候 朱朝阳听到扑扑几声放屁下 随即闻到一股臭味 他皱眉说 耗子 你放屁 也不提前通知啊 丁浩看了一眼扑扑 扑扑微微的把头侧过去 表情显得暗淡 丁浩歪了下嘴 笑着说 好了 下回我放屁啊 一定提前三分钟通知你 三个人随即又笑成一团 笑过之后 丁浩神情又转回沮丧 叹了口气 唉 真羡慕你啊 你虽然爸妈离婚了 可你至少有个家呀 有个学校读书 有这么多同学 不像我们 谁都不要 以后去哪都不知道 说话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不是滋味 朱朝阳看着丁浩和普普的神色 勉强笑了笑说 哼 也别羡慕我了 我也不好 在学校 在学校总是被人欺负 谁欺负你啊 我笑死他 丁浩又摆出了打架的天赋 是女的 你敢打女的吗 女的呀 好男不跟女斗 女的我不好打 让普普打 不过普普比我们小两岁 恐怕打不过你女同学 普普 撇了撇嘴 朱朝阳 吐了口气 打他也没用啊 他爸是派出所的 谁敢打他呀 而且这事啊 也不是靠打能解决的 朱朝阳郁闷的 把叶池敏几次在老师面前 诬陷他的事 说了一遍 丁浩皱眉说 明明是他冤枉你 老师就是不肯相信你嘛 哼 成年人就会听一面之词 尤其是女生的一面之词 笨得跟朱一样 朱朝阳冷哼一声 愤恨的握住拳头 在成年人眼里啊 小孩子永远是简单的 即便小孩会撒谎 那谎言也是能马上戳穿的 他们根本想象不到 小孩子的诡计多端 哪怕他们自己 也曾经当过小孩 丁浩和普普都认同的点头 朱朝阳说 成年人的眼里啊 刚出生的婴儿到十几岁的学生 他们都一概视作小孩 几岁大的小孩当然很简单了 撒的谎也很容易识破 可是到了十几岁 小孩已经不再单纯了 可是他们还是把小孩 想象得很简单 普普说 成年人更坏 你被你同学故意栽赃 我和浩子哥都被成年人 多次冤枉过 是吗 丁浩鼻子重重哼了一声 点了点头 普普说 我爸被枪毙之后 那时我叔叔家愿意收养我 可是才过了几个星期 有回一个女同学放学路上跟我吵架 他骂我是杀人犯的小孩 我跟他打起来了 把他打哭 他逃走了 当天晚上 他家里人在水库里找到他 他淹死了 然后就说 是我把他推下去的 到叔叔家找我 要打我 警察都来了 把我带到派出所 关了整整两天 我说我没推过他 不知道他怎么掉到水库里的 大家都不信 最后 警察也说没证据 把我放了 可他家里人 又来找麻烦 婶婶不同意继续收养我 最后 把我送到孤儿院了 那 朱朝阳小心的问 那个女同学 真的是你推下去的吗 朴朴失望的看了他一眼 撇了撇嘴 当然不是了 我打了他几下之后就回家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掉下去的 丁浩说 我爸妈呀 刚被抓进去 那会儿也是一样 我回了老家 亲戚没人要我 我一个人在外面玩的时候呀 店老板说我偷东西 明明不是我 我身上也搜不出来呀 又要冤枉我偷的 店老板儿子还打了我一顿 当天晚上 我拿石头砸了他们家玻璃 结果被抓了 后来啊 也被送到孤儿院来了 三个小孩 各自脸上都写满了愤恨和无奈 仿佛整个社会 太多的不公 夹住他们身上 过了一会儿 朱朝阳故意笑出声 打破气恼的氛围 嗨 不提这些事了啊 我们看一下相机 晚上充满电 明天给普普拍照片吧 这相机你会用了吗 普普很期待的看着他 朱朝阳摇了摇头 不会呢 得研究一下 我看别人是把数码相机连到电脑 我床底下有一台旧电脑 我妈以前失业培训时啊 政府送的 帮助练打字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他们搬出电脑折腾了好久 依旧弄不来 最后找了隔壁邻居的一个年轻哥哥来帮忙 总算是弄好了电脑 又连上了相机 年轻的哥哥简单教了一下各种操作 朱朝阳本就聪明 很快学会了 他通过电脑打开相机里的文件 出现了很多照片 全是他爸爸和那女人 女儿的合影 他们一家非常亲热 爸爸总是抱起女儿亲他 朱朝阳正想一股脑的全都删掉 普普连忙说 别删完 留几张 我们记下小婊子的长相 下次如果有机会 可以替你出气啊 朱朝阳看着照片中 亲密的一家 又想起下午那根本忘不了的记忆 用力的咬紧了牙 把删照片的动作停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调整好情绪 问普普 明天你想去哪里拍照片啊 呃 最好找个漂亮的地方 什么地方算漂亮啊 我也不知道 朝阳哥哥你觉得呢 朱朝阳想了一下 要不去三明山吧 我妈在三明山捡票 我们进去不用钱 那里风景可好了 明天一起去玩一下呀 好啊 我一直就没爬过山呢 丁浩兴奋的叫了起来 普普普望向窗外 我爸爸看到我在山上玩的照片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妈在啊 我妈在这那里 我妈在这儿 都没有事儿 我妈在这儿